座落于香港沙头角石冲凹已近百年的罗家大屋 近日访客不绝 老宅内新智的一块块展板 让香港沙头角抗日纪念馆出去出行 罗家大屋由巴拿马华侨罗一辉于1930年兴建 香港沦陷期间 从这家大屋走出的罗许悦 罗宇忠 罗汝成 罗欧峰四姐弟 及其配偶等11人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港抗日斗争 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 我一直也为我们的前辈那种精神 我其实一直我也被他们激励 所以到今天我这么忙 那我还要抛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去当一个社团主席 一个带领十几万人 几十个分会 你要得到大家的信任尊重 你得要呕心溺血 为什么愿意这么做 所以我也说我们这个家族 在香港这过去80年的爱国事业中从没缺席 黄俊康是罗家大姐罗许悦的儿子 罗许悦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大队部交通站站长 他当年以沙头角大众米站做掩护 建立起由香港大部至内地抗日游击区的联络线 我问过长辈 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参加共产党呢 我的家里的生活条件不错 又很安全 这个为什么就是要这个抛头颅啥样的血 抱着必死的信心去参加游击队参加共产党 他们说毕竟血浓于水 他日寇清华呀 南京大屠杀呀 还有日军这个大雅湾登陆攻占广州以后 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他们都觉得极为愤怒 黄俊康回忆 香港沦陷的第二天 共产党就派出第一支武功队 由他的舅舅罗汝成当向导 翻过梧桐山进入香港 罗汝成的女儿罗凯因回忆起父亲的教会 目光坚定 他说在任何情况下 都坚信前辈的路是正确 他不会说他们以前干过什么 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是坚信 只有跟共产党走是他们的出路 因为他说他们经过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候的生活 也看到了英国人怎样统治我们香港 也看到了国民党怎样附化 怎样那个不义人民 所以他说他们比较来比较去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罗氏四姐弟中的罗宇忠 曾任港人组建的第一支民兵队伍 南充人民联防队首任队长 他曾深陷日寇县兵司令部 遭受二十多种酷刑毫不屈服 但在女儿罗汇芳看来 父亲的高光时刻 在1949年10月1日 他在沙头角中英街 兴起那个新红旗的事 是他做的 他呢带领着这附近的村 那些小学生 妇女 还有那些群众 村民老百姓 十几个学校 全部人组织起来 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有两百多个人 拿着集挺机枪在中英街 新楼街对着我们 他就跟那个英警局谈判 以群众的力量斗赢了他们 最后他按时在英国警察的监督下 在那个国民党土匪的机关枪 对着他们 这样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五星红旗在新楼街升起来 就是中英街对面那条街叫新楼街 去年前年 我们把那些青年 把那个国旗 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 陈列着一支双管裂枪 枪的主人正是罗氏四姐弟中的罗欧峰 女儿罗志鸿讲述 父亲不仅枪法号 更擅长摄影 东江纵队现存的很多珍贵照片 都是出自父亲罗欧峰之手 从小就写着写照相 后来他带着那个相机去参加了游戏队 游戏队里面就好多相片都是他拍出来的 是实战里拍的 比如行军啊 打仗啊 练兵啊 都是他拍下来的 如今 罗家大巫的后人们秉持先辈怡讯 各尽所能行爱国之事 其中一件 就是经罗氏族人同意 将罗家祖屋 改建成香港首个 纪念抗战的专题纪念馆 黄俊康说 香港出现的诸多问题 缺乏国民教育适应上 罗氏后人 愿意为香港 为国家做一些事 而罗家大巫抗战纪念馆 只是一小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